里岸风电 从水下刚垢一路带你认识到 风力叶片的代表厂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益胜 欢迎收看每周晚上10点整的益胜向前看 今天的节目主题呢 我们要来好好聊聊 风力发电这个产业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其实就已经多多少少有跟大家提到过 包括风力发电 以及太阳能发电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在之前第38集的益胜向前看中 就正式的跟大家做了一集 介绍太阳能概念股的部分 而且呢也跟大家介绍到了 国家队的联合再生 还有经营卖电业务的安吉 以及成长性最高的元金 等等的一些呢公司 那现在呢我们就轮到 跟太阳能产业一样重要的 风力发电这个产业 而且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跟大家介绍到 包括9958的世纪钢 2072的世纪风电 以及3708的上尾投控这些公司 好那即将呢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 那各位要记得 支持我们节目最好的方法 就是帮我们按下订阅以及分享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跟大家一起聊聊 风力发电这个产业 那所谓呢风力发电它主要可以分成两种 那分别是最早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陆域风电 那以及呢我们最近常常会听到的离岸风电这两种 那所谓的陆域风电它的制造与安装成本都比离岸风电来的便宜 所以早期台湾的风力发电都是以陆域风电为主 但是呢这个陆域风电它也会有土地的限制 以及噪音的问题 所以后来呢才会转往这个离岸风电来发展 那一旦呢转往这个离岸风电发展 在成本上就会增加很多 像是呢陆域风电 它的连发电量每百万瓦的一个装置成本 大约是五千到七千万元的一个新台币 但是离岸风电它的连发电量每百万瓦的装置成本 却高达一亿五千万到一亿七千万的一个新台币 所以几乎是这个陆域风电的三倍 而且呢除了成本高昂之外 这个离岸风电的开发流程也很漫长 那它在开发前的一个调查 就大约要一到五年 那调查后的这个水下基础的安装 大约要一到两年 那之后二十年啊还需要运维工程 那等到二十年以上再除役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对离岸风电的厂商来说 只要它接到一笔订单 我想在未来两到三年的云运 大概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呢在这边医生还是要提醒各位 正是因为呢离岸风电厂商的订单 都是一笔一笔很大的金额 所以呢法人可以很容易的估算出 其离岸风电厂商 它在2022年以及2023年的EPS 这个时候它的股价就很有可能呢 已经先反映上去 所以基本面跟股价 各位你就可能要分开看 那当然这一点 不管你是看谁的影片都一样啦 那投资就是要训练你吸收资讯 判断资讯 并且呢自己做投资决策的过程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档标的 9958的四季钢 那四季钢呢以前的业务主要是 承接大型的钢骨结构 与焊接型钢的一个业务 那他董事长是赖文祥先生 那这位赖董呢 他没念过什么书 那也没有父爸爸 那创业的过程呢都是咬紧牙撑过来的 那在1994年的时候呢 2330台积电的8寸晶圆厂要发包 结果当时连这个技术最进步的日本人都不敢接 而当时呢才成立七年的四季钢 却是硬着头皮接下这个挑战 那大家呢不要以为盖这个晶圆厂 就跟我们盖一般的大楼结构一样 这个晶圆厂里面啊 他每一个柱子跟柱子之间的间距啊 都是需要经过精密的计算 以及很复杂的工法才可以相互连接 所以这并不是每一家钢购厂都愿意做的 那偏偏呢就是那位赖董呢他接下 而且呢后来也正是因为帮台积电建厂成功后一战成名 所以后来包括晶圆代工的二哥联电啊 还有记忆体的大厂南亚科或华邦店 以及呢这个面板的大厂友达 陆续呢都变成四季钢的客户 但是后来因为也有新的竞争者的加入 并且呢碰上当时2008年的金融海啸 一度呢让这个四季钢陷入了亏损 那最后呢这个赖董也是经过了几波的挫败 像是呢把主场卖掉啊或第一笔的风电订单啊 还倒赔1亿多之后才迎来政府的 千价海陆风机的计划 那至此呢也算是正式开启了四季钢的离岸风电的业务 那也让四季钢的毛利率从2017年的6.4% 提升到2020年的29.3% 那我们呢来看看这个四季钢 他在2020年的这个营收比重啊 这个泵立八电的刚购工程已经来到61%的水准 那其他传统的业务占比呢就都开始偏低 像是这个工业厂房刚购工程啊18% 高楼建物刚购工程呢占10% 那工购工程的刚购工程只占3%等等 那我们呢再来对四季钢的风电业务做多一点的说明 各位呢你可以看到一般我们要安装这个离岸风机到海上 那风机下面的一个水下基础结构啊可以分成四种 从这个图表当中由左到右各位可以看到 分别是单装室套管室三角室与重立室 目前我们台湾相关的风厂开发案都是以套管室水下基础为主 那仅有少部分的风厂为单装室的水下基础 而这个四季钢他主要的离岸风电业务就是呢制造单装室与套管室 那关于四季钢的营运情况本来市场是预估啊 他2022年营收成长率可以来到50% 但是因为疫情以及缺工的因素影响 所以市场预估四季钢2022年的营收成长率会下修到31% 那明年2023年的营收成长率则会是来到63% 那商业营收的成长率的预估主要是基于四季钢台北三期的产帮 已经在去年2021年底完工 那我想我们今年2022年的第二季就可以看到四季钢的套管室的商品 月产能可以从原本的一到两座提升到三到四座 数量不多但是这本来金额就很高了 那另外呢四季钢也得标了这个台电富威三百百万瓦的一个风产的标案 那所以市场预估四季钢在今年2022年EPS为8.42元 明年呢EPS则会来到12.17元 但是呢上述的这些资讯并没有考量到 四季钢它已经取得海龙离岸风电计划中的 21套套管式水下基础构建 所以呢这个海龙离岸风电计划 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水下基础的结构 那也因为呢取得这个海龙计划的生意 所以让四季钢的订单啊 可以算是一路满到2024年 而这部分的资讯投资朋友也要考量进去 那另外呢我们刚才有说到 这个四季钢主要的业务是离岸风电的水下基础建 对不对 但是呢四季钢它有把它离岸风电的业务 另外再分割出去给还在新贵的一个子公司 就是2072的四季风电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四季风电在2020年的营收比重中 它所做的产品都是离岸风电的产品 那可以说是一档百分之百的离岸风电股 那四季钢目前呢是持有四季风电大约有60%的股权 所以说呢如果你因为离岸风电而想要投资四季钢 那有看过这一集的观众朋友 你应该就会知道 就基本面上啊 或许呢你也可以再去关注 目前还在新贵市场的这个四季风电 那稳健一点的投资朋友 甚至呢你可以等四季风电上市贵的那一天 再进一步的去考虑是不是要投资啊 那以上的这个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刚刚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四季钢 以及四季风电 他们的业务是离岸风机下面的金属机构 讲白了就是打海底的地基的啦 那地基打好了之后 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装上所谓的风电叶片 给大家一个概念哦 就是这个离岸风电的叶片啊 它相当于有26层楼高啊 而台湾唯一的风电叶片厂商 就是6793的天立离岸 那除了中国以外 亚太唯一的叶片制造厂商 同时这个天立也是国际风机系统大厂 台湾林众韦特斯 在亚太地区唯一的离岸风机叶片厂 那说到这个风电的叶片 它是风力八电机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之一 占整体风机价值大约有30% 而且呢这个风电叶片设计的好坏 将会直接影响到风机的性能 以及它的效益 所以如果你想要投资天立离岸的投资朋友 我建议你可以再等等 因为呢这个天立离岸 它跟刚刚的这个四季风电一样 目前都还在新贵市场交易 而且呢这个天立离岸 目前资本额只有6.5亿 所以股价呢可能比较容易有被操控的一个空间 我也很好奇啦 其实天立离岸到底现在 有没有真的把叶片做出来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所以呢如果有知道相关资讯的观众朋友 或许呢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啊告诉我们 那我们再请小编啊 把你的一些留言的资讯置顶 再来分享给其他的观众朋友知道 好那稍早呢我们从离岸风电的水下机构件 那讲到了这个风电的叶片 最后我们再来提到 这个制作风电叶片所需要的材料 就是这个风电数值 这家厂商呢就是3708的上尾投控 那上尾投控呢是一间特用化学厂商 我们可以看到上尾投控在2020年的营收占比当中啊 这个占比最高的就是风电用的数值 比例来到55% 那上尾企业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啊 是着重在高性能工业防食以及呢高强度的 轻量化复合材料的素质研发以及生产 那是台湾生产厂商中唯一可以提供完整产品线的公司 那这里呢我就直接说啊这个上尾投控啊 它的两大的观察重点首先就是中国风机安装的需求强不强 如果需求强那上尾就好 那需求不好那上尾就弱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这个还养素质的一个报价 这个呢会大大的影响上尾投控的毛利率 那去年2021年7月啊 还养素质就大涨 那导致于上尾投控的成本大增 那毛利率呢就剂减了6.2个百分点来到8.5% 那所以相反的 当你看到这个还养素质的报价在跌 那上尾投控的生意又很好的时候 大概你就可以猜想到 它的基本面啊短期应该是会不错的 那市场呢是预估上尾投控2022年的EPS为8.2元 那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最后呢我们再帮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的节目重点的内容 首先呢第一点在离岸风电的商机当中啊 做水价机构建的有四季钢以及四季风电 而其中呢四季钢它把离岸风电的业务切割给 目前还在新贵市场的四季风电 那第二个重点则是风电叶片呢 有天粒离岸 但是呢要留意它目前也是在新贵市场 而且呢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天粒 有没有已经把叶片做出来了 那再来最后一点就是 制作风力叶片所需要的材料 是由上尾投控所提供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那最后呢我也再提一下 我对于投资离岸风电的一个看法好了 那么就以这个四季钢为例 它是做水下机构建的公司 但是各位呢你千万不要一听到他们接到什么订单 你就马上冲进去市场施杀 那我建议呢各位可以再多下一点功夫去查一下 它这个订单啊 它的机构建是什么时候呢才会入账 毕竟呢他们整个接单到生产到入账的时程啊 可能非常的长 所以呢这个呢时间点也是你要考量的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全部的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记得哦 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就是呢 帮我们按订阅以及分享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一起向前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